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学马视频,我是小马,今天咱们继续学习Nodejs 今天咱们的标题是,大家请看,URL为我指引方向 咱们到上一期为止,咱们用Nodejs编写的http服务器只有一个根URL 不能指定其他URL,今天咱们想指定一下其他的URL,看该怎么实现 也是不难,看一下咱们的知识点 就一个,根据用户请求的URL,就这个REQ.URL 根据这个变量,咱们来给用户返回各种不同的信息 怎么做,没关系,不难啊,咱们看一下今天的实战演习 代码应该也不长,几乎和上期一样,咱们还是一点点看一下吧 第一个,声明一个http的对象 然后这个地方呢,这个地方我就没有再把它拿到这个文件外啊 就在这里面,这样咱们一目了然,便于调试 声明咱们的主机的信息 然后呢,咱们这开一个server 下面呢,是真听这个server,没问题吧 但是这地方不一样了 这个地方咱们以前就是一句输出,Hello World 对不对,输出到根下 现在变了哦 现在呢,我根据用户传进来,请求的URL不同 咱们给它返回不同的值 这可以吧 咱们可以试一下啊 咱们先看下我这个代码的意义啊 如果switch,这个是渣渣脚本 渣渣也是一样啊 switch,如果用户传过来的URL是跟URL 我呢,打印一个什么,Hello World 没问题吧 如果用户请求的是斜线,about 那怎么办 打印一个,this is about page 然后如果用户请求是home,打印相对的home的信息 如果用户请求的URL,咱们不认识 按理说呀,应该是报404错误 但是今天咱们就给一个什么吧 给一个no,no,no 你请求的,叫做no found吧 这个可能比较好吧 这个就相当于是404嘛 为什么,咱们其实可以给404 换句话说,咱们只要在这个地方 把这个状态扣的写成404 那就会返回404 但无所谓了,咱们为了试验 咱们这儿先返回一个no found就可以啊 no found不好听啊,note found 好,这就是今天咱们简单的服务器 应对一下用户请求的各种URL 好,咱们试一下啊 我这儿建一个my server 好,咱们考上咱们的课件代码啊 node.js默认给咱们提供了很多的核心的API 还真的就是挺好用啊 有时间咱们一个一个介绍啊 好,这是咱们今天的my server代码 咱们马上运行 node.js运行是node.js空格 叫my server node啊,java啊,java还不一样 luby啊,都差不多,pvp都差不多 java还不行,java可能需要一个编译 以后有机会,我想再开一个java8的课程啊 好,咱们先试试啊 go 来,请看 运行到本地的127 那么咱们直接运行这个 URL啊 我这开一个浏览器 大家请看,这是我的官方网址啊 有时间请朋友访问一下啊 好,我试试啊 go 哎,大家请看怎么样 hello world吧 为什么叫hello world 我把这个缩小一下 为什么叫hello world 因为咱们请求的是跟 所以打一个hello world 如果咱们请求一个about呢 试试啊 我这儿敲了 斜线 about 回撤 哎,怎么样 this is about page 它走的是这段逻辑 没问题吧 那咱们再敲个home呢 再试试啊 这不叫about了 叫home go welcome to my homepage welcome to my homepage 它走就这个逻辑 这就换句话说 根据用户请求来的URL不同 咱们可以做各种不同的处理 当然了 咱们还能走这default的分支啊 如果用户请求一个没有的 比如说login 咱没login处理嘛 对不对 回撤 诶 note found note found 没有问题吧 换句话说 咱们根据用户不同的请求URL 咱们呢 进行不同的处理 非常的方便 这就是简单的URL的区分啊 不知您听了没有啊 应该不是很难 好 以上就是今天我给您介绍的关于URL的判定 以及咱们的箱的处理啊 呃 应该不是很难 您呢 把这个代码呢 拷贝过来 到您的这个主机上 然后呢 您实际运行一下 就能够理解到这个代码啊 原来这么简单 我呢 也能够写HTTV服务器咯 这种感觉啊 好 呃 以上就是今天送到内容 今天代码呢 我会放到开源中国 今天的视频呢 会放到YouTube You酷 供您观看 推荐您使用YouTube哦 好 那咱们下个视频再见咯 感谢您的观看